泰国新来潘县 5日发生瑞士规模6.3强震 余震超过百次 国家灾害预警中心6日表示 余震规模约在3到5.2 绝对防护及公路受损 以造成至少1人死亡 20人受伤 奈及利亚日前有276名女学生 遭反叛军集体绑架 领袖5日扬言将卖掉被绑架的女学生 但美国政府认为 当中很多人恐怕早已被偷运到海外 但仍会全力协助那国政府营救人质 去年12月 北韩宣布已处决了金正恩的孤障张成泽 但前NBA九星罗德曼接受杂志访问时 竟然说今年初访问北韩时 张成泽和外界流传 已被处决的金正恩前女友玄松月 都站在她的身后 让外界议论纷纷 美国加州一名父亲 为了帮10岁的儿子袁梦 花了300个小时提3500块美元 亲手在自家后院 打造了一座180尺的小型云霄飞车 而将打造云霄飞车的过程 记录在部落格给大家参考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